念佛不应该是为了某些目的才念 而是行者每日的功课 佛地只要发心修行 念佛诵经是每日的功课 不是为了某些目的才念佛 需随时随地将心保持亲近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发心 不是说因为要念佛 所以来保护这个国家 说赶快念佛 不是 是随时随地心就要保持亲近 如果你真的有这一方面的恐惧的心念 那我们常要去想 佛陀的故事教化的内容 跟我们讲到了什么 甚至要放下这样的疾病的执着 因为没有发生的事 你去执着了他 其实心也很容易生病 所以我们还是要以佛陀所说的 保持一份正念 甚至要正确的修行方式 乃至于要能够心存的一份善念 那么用祝福来克服恐惧 然后让我们心里的健康 克服现在的病疫 我相信有我们国家 做首要的保护我们的第一个动作 医生或是医院或是这些的卫生人员 他们都能保护我们 我们更应该以我们的修行来祝福他们 大家彼此都是良好的共业 才能够让我们的台湾 更加的风气 更加善良 更加祥和 当我们产生恐惧与迷惘时 依照佛陀的教诲 放下疾病与恐惧的执着 保持一份正念 并要有正确的修行方式 并心存善念 用祝福克服恐惧 以健康的心灵面对身体的疾病 史上新闻黄慧如校瑞丰屏东采访报道